第二个问题 弟子本人曾患患癌症 因至臣念佛忏悔 现已完全恢复健康 我的孩子正读大学 心地善良 也非常尊重老法师 他现身然重病 我欠他念佛天经 他却说没有时间 希望我到此地请老法师 为他吃点开示 这个语言也真巧 今天我们收到北京寄来的 一套光碟 山西小林 有70多个人 年岁最大的90多岁 年岁最小的十几岁 都是这些不治之病 他们完全靠诵经念佛了 把身体恢复了 那么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这个消息是以前我们的 学会的会长林子 他从北京带了一套给我看 我看了之后 跟大家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解 就说明这是什么道理 这个不是迷信 这不是迷信 这个是 就是 佛在 遗教经里面讲过一句话 智行一处 无私不办 那么大臣教里的常讲 一切法从心向深 这个就是说 一念 把自己病治好了 这个事情 以前我讲 没有说得这么清楚 没有这么明白 我在 20多年 在美国的时候 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在达拉斯的时候 有一次感冒 那么同学 带我去看医生 那个医生是中国人 其实现在这个医生也不在了 要过世了 年岁并不大 我跟医生说 我说这个病人病治好 不是医生治好的 他很紧讶 我说怎么治好的 信心治好的 病人对于医生有信心 对于药物有信心 信心把他治好的 如果这个病人的时候 他对这个医生怀疑 对这个药物怀疑 那就一点效都没有 我说了他 他想了半天 他点头 他同意我的看法 我说医生把病人治好的时候 医生对他的这个医术有信心 对这个病人 病能治好时候 也有信心 彼此互相都有信心 才产生效果 如果要一方面设了信心的话 都不可能有效果 这个是20多年 现在说 我们对这种事情了解就更透彻了 尤其是日本江本波斯的实验 给佛教师做了一个科学的证明 你看这个谁是矿物 它不是动物 它也不是植物 是矿物 矿物 由建文就知 他会看 他会听 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人有这样的念头 对他 他的洁净就非常美 这个在显微镜之下的时候 都看到了 都照了很多照片了 如果有我的念头对他 我讨厌你 不喜欢你 他的洁净就很丑陋 那就是说 我们整个身体 身体原本是健康的 不是有病来的 各个人都是健康 都是圆满的 病是什么呢 你的心不善 念头不善 把你里面的细胞组织 它变坏了 病就这么生的 那你要是换个念头 善念了 你看 诵经善念 念佛是善念 这江本波斯实验了 他拿一杯水 放在心经上面 这底下是心经 摆在心经上面 放一个小时 那个水 拿到那个显微镜底下去看 激净非常之美 他试过心经 试过法华经 还试过一些咒语 多多谢 非常美 我们送这个送金 念佛 这最心最善 他就能把我们 那个不好的细胞 统统还原了 统统还原了 细胞还原了 你这个器官就恢复正常了 这病就好了吗 就没病了吗 所以他有道理在 他不是没有道理 所以你真正懂得 不是迷信的 不是说我念佛 佛加持的 不是 因为你念佛 那个念头最好 念最好 那个念头的时候 把你身体 补好的那些细胞的时候 全部把它重新 变回来了 就这么回事 你懂这个道理 意念要是集中 会产生很不可思议的效果 那么在中国 上一次不知道是什么人 送我一本特异功能 是中国是最有名的 一个特异功能 叫张什么圣 张宝胜 对张宝胜 送这本书给我看 我都把它看了 他那个能力是很强 能力很强 那个强势 那个能力是什么 就是一直集中 我们一般人 一直是散乱 很不容易集中 你看他要发工 那发工就是集中 那个小的事情 大概几分钟 那个大一点的时候 他差不多要十几分钟 有的时候要半个钟点 那个一直集中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才能拖 所以这个事不稀奇 哪个人都有 问题就是你能不能集中 就好像这个光一样 他能把光 居成在一点 那个光就很强 它起作用 我们的光是散的 你集中不起来 就这么个道理 所以你要好好的修行 把意念集中 那你整个身体健康 全部都能够恢复 就是道理在此地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相信这个道理 自己好好的去练 你的一生可以不会生病 一生可以不会去看一生 身体健康 所以人 一定要有个欢喜性 佛家讲的时候 发喜充满 那不可以忧虑 不可以烦恼 烦恼就使人衰老 一个人常常生烦恼 常常发脾气 这个人寿命不会很长 而且衰老得很快 肯定毛病很多 越是身体不好 毛病就越多 这是两方面 这是相符有关系 所以他能够说 把脾气改掉 见到人都不要再计较了 都欢欢喜喜的 把毛病改掉之后 他身体就会健康了 所以这个离要懂 你懂得之后 你看这个山西小院 这四十多个人 他们得到癌症 一生都放弃治疗 居然在这个送经念佛了 两三个月就很好的效果 恢复之后 多少年来不再重返 比药物治疗还要殊胜 这个道理要懂 所以你这个小孩有毛病的时候 这可以给他做参考 啊